所以特别注意,如果我们刚刚的动作是人数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未给他的资料是 比如说他不是数字,他是文字,像性别是男女 如果男女他不能加种,他就用记几个 如果里面资料是数字,他就帮你加种 所以这个是书女分析表的一个特性 再来的话占比,占比的话是百分比 所以百分比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再用那个刚刚讲过 所以那年龄分布,如果职业类型 假设我要再多做其他的那个书女分析表的话 那你也一样,把这个做完之后再插入那个书女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如果是年龄,那你就把年龄拉过来 然后年龄里面的话,因为他也是放文字 不过你想说,考试里面明明有数字啊 我跟你讲,有数字有文字都不是数字 他没那么聪明,一定要是纯纯纯粹里面只有数字 他才把它当成是数字加种 所以怎么15岁以下,那个你都15不对 他里面就是,在Excel来看,这个都是文字了 OK,你就不能加种了 所以有几个,我们可以把它拖拉下来 然后如果要计算他百分比的话,再拖拉下来 然后再把这边改成值的栏位设定 并且值的显示方式改成无计算 按个确定就OK了 那这边就有百分比出现 当然你这边也可以在针对这边做什么 做那个常用里面的,比如说你要把小数点减少增加的话 其实也可以利用什么 上面这边不是有那个 其实这个跟之前我们 最基本的那个,这个格式设定是一样 比如说你说,老师那个我想要 取得百分比到整数 我不要小数点 那怎么办,上面就有了嘛 有没有,点一下就要,但你把它选起来 那再来的话,那如果说你今天 要根据这个占比 去画出图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一样嘛,选项里面有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当然我们早上是练习词条图啦 不过我建议啊,如果是比例啊 用圆柄图 最清楚 圆柄图反正这个柄百分之一百 谁占多谁占少 会是更加清楚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什么圆柄图啦 或者是平面的啦,立体的,比如说立体的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自动就产生一个圆柄图 马上有没有 就一个立体的图出现了 那一样你也可以移动到图表 跟早上一样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一个Chall1好了,按确定 甚至呢,这边的话还可以怎么做呢 它可以把它 往里面放 甚至你也可以拿一个,有点像饼啊 它真的有点像饼 你拿一个饼要怎么 点它一下,比如这个饼要拉开来 它也可以拉开来 然后把它拉进去,也可以拉进去 颜色变更的话,这边有很多样式 假如你不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那你可以再自己选一个 我其他好像看起来都没有很好看 反正就是 其他颜色 好像还是刚刚的颜色 比较多样 OK,那你就自己在 根据里面的样式 把它稍微 改一下 样式 好像还是这个好看 OK 其他的话,还包含就是上面的标题 字也可以把它放大 像早上我是把这个上面的字 常用里面把它改成24 等等的 然后 图例部分的话,早上也讲过 就是图例可以把它放在 看左边 原本是在右 在右边 把它改成那个 在 左边 那也许这边图例也许 好像放这边就不适合 放上面看看就不OK 所以你可以放上面 好像放上面好像比较刚好 为什么 因为它空间上面好像比较空 所以你可以把图例 的字放大 字 就是这边可以把图例放上 至于上面的字的大小 你可以按右键 字形 比如老师 你说 老师那个字太小了 可以放大 很简单 按右键 把它怎么样 字形 字可以把它放到14 14应该够了 所以你可以这边 至于字的颜色这边也有 字的颜色比如换成 红色字好了 比较喜欢 按确定 马上 上面的图例有没有 本来字没办法 没有 那么大 你可以 按记得哦 以后记得一个块 只要是图 上面的字 你要变更 颜色跟大小 最简单的方法 按右键 真的就可以了 不用再找了 按右键一定有字形 两个字 这个 简单的规则 记一下就好了 以后的话 你这个图表 就不会说 常常被嫌弃说 为什么你这边 字没有给我放大一点 我这样老花眼看不 尤其是你的老板 应该年纪也很大 应该看不清楚 你的字那么小 你为难他吧 对 尽量把字放大一点 你POWERPOINT上面自己给他 这个图表也可以复制贴到POWERPOINT 也是一样的 你把字放大一点 人家看得也清楚 OK 所以你的 无论是你的简报 无论是你的报表 那其实就会增涉许多 有没有 每个地方其实都可以修改 其他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要再加上 资料标签 比如说 这边没有显示百分比 你可以怎么样 资料标签 还可以在什么 终点外侧 外面就会出现 或者是说你可以 在最似化 这边其实也可以 他自动会帮你把那个数量 把它直接加上去 OK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什么 字中 等等的 这边资料标签 也可以加上去 我是觉得 一般 预设的状态 他的资料标签 是不会帮你加的 所以你可能还是要自己再把那个资料标签 把它加上去 中点外侧 这个好像中点内侧可能会 比较OK 因为如果像这种圆柄图 你放外侧 好像会把那个 图给压缩一点空间 所以内侧好像比较刚好 其他还有像什么立体旋转 不过这个太花俏了 他还可以 再看你要 转 几度 甚至那个 傾斜角度都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已经 太over了 OK 那这部分的话我是利用那个年龄的计算 做一个 图表 底色的 至于那个底下的那个 图的颜色啦等等的刚刚有提过啦 所以绘图区 也可以自己再把它绘图区再再调颜色等等 OK 那 接下来的话 我们 这个是 刚刚提的 所以 性别 年龄 还有什么职业 职业 我想这个请各位就自行在练习看看 的占比 并且呢把那个 刚刚讲的这个有关 圆柄图也稍微把它熟悉一下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哪一个 设计类的杂志最受欢迎 以刚刚这个题目 问卷结果我们可能要统计一下 那 哪一些做最受欢迎 而且最受欢迎是哪些族群 是男生比较喜欢还是女生比较喜欢 另外的话年龄分布 不同的 其实这个 你把杂志你可以改成产品 比如我们的产品哪一项 根据性别 根据年龄 根据教育程度 根据一些因素 他有没有哪些偏好 不同 不同的 性别年龄 还有教育程度 会不会有不同的喜好 如果你可以分析一个大概 以后的话你可以针对不同的那个族群 你就可以设计一个 他喜欢的产品的那个套餐 对那这样不就 至少啦 我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吧 喜欢的类型大概 会有一个惯性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那个刚刚讲的 这部分的占比先试着做做看 可以利用占比部分练习一下那个 圆形图 那也 待会看一下哪一类的设计杂志最受欢迎 最受哪一类的人是欢迎 这个部分请各位试试